TVB節目《不正常愛情研究所》 主持民眾男去年確診罕見癌症游民肆育瘤後 停供專心養病 零收入的民眾男增發起眾籌醫藥費 然而近日情況惡化 今日民眾男iG貼出長文 宣布民眾男離世 中年僅29歲 民眾男生前預先讚社為言 13日晚上10時公布離世消息 好抱歉 再者要和大家說一些好沉重的事 當大家看到這一篇文章的時候 我已經離開了人世 這幾個星期以來 我一直努力接受自己身體上的變化 這段時間 我選擇不對外透露自己的病情 也沒有跟任何傳媒交代 因為我未有勇氣去接受這些變化 民眾男即指自己在上月22日已經下半身癱瘓 被緊急送入醫院 而文章則在7月10日讚寫 當時病情不但未有好轉 而一漸變嚴重 醫生和我商量過 再做康復治療都沒作用 只能做一些舒緩性治療 見到有什麼症狀就做相應治療抑制住他 讓我過得沒有這麼辛苦 簡單來說 現在就是在等死 純粹希望死得舒服些 在人生的最後一旅路 非常感謝親友和各家人士 一直以來的支持和關心 這段旅程有你們陪伴 我感到無比幸運和感激 民眾男因患癌 而需要全面停工 更發起眾籌 除應付日常開支 醫療肺癌 因其身體開藥 覆診也需要坐的士出入 上月查小欣 曾在部長專欄透露 原來連嚴輝得知此事後 安排專車接種民眾男往返醫院 之後民眾男也在Ig Your Story 轉發相關文章 質問感謝連嚴輝 這段時間 真是要感謝很多人 很多好好心幫助我的人 最近特別要感謝的就是連嚴輝先生 他透過報道了解了我的故事 知道我行動不便 特別安排專車給我接送我外出 民眾男表示 第一次坐連嚴輝安排的專車 感動到眼濕濕 當我昨天第一次坐上他的車的時候 途中我突然好感動 有一點點眼濕濕 一來覺得這8個月 我第一次出去搭車 是可以這麼舒服 不需要捱住這麼去 我可以躺在這裡等待去到目的地 民眾男透露 原來連嚴輝本來並不認識他 第二就是我真是想不明白 為什麼會有這麼好心的人 明明本來不認識我 都願意提供幫助給我 我真是很感謝每一個幫助我的人 我知道這些不是必然 我是一個眾多癌症病患者 裡面相對幸運人 我會懂得感恩 希望將來如果好回來 可以盡力回歸回社會 這些就是每一個幫助過的 教識我的東西 除此之外 民眾男也曾在網上求助集資 醫藥費 獲眾多不認識的人捐助 然而在本月 民眾男因腫瘤擴散至下身失去知覺 自然政報向生命盡頭 唯有捐助者竟公開襲罵他 早知道不給你 大難拿4,000元 你一天都無事做吧 你睡在家乾嘛 等死呀 民眾男無奈反擊 指自己都想去工作 招募捐款寫清楚 用在生活及醫療上 希望大家取心 不會強求及強迫 自己只可以說多謝 不少網民都紛紛為召該捐助者 並留言祝福民眾男為他打氣 民眾男在今年3月接受媒體專訪 當時他只有發病 起至今年4月已停工大半年 無奈經歷5次化療後 3月時已宣告治療無效 罪姦近本國的惡性腫瘤 而有增大跡象 當時民眾男面對痛症日夜之無 若密副作用嚴重影響生活 正等待下階段治療 他坦然的確是到日元年 對前路感到彷徨 但仍會積極對抗敗魔 當時他回想大學時期 身因情緒抑鬱而想過輕生 經歷大病後 內心更強大的民眾男豁達地說 有什麼從要得過你就來要死 以前好關注或者為什麼和人吵 現在都覺得好無謂 好小事 最緊要自己活得舒服 開心 民眾男再世世前約半年 為免感染病菌加上體力不足 除了到醫院覆診外 民眾男一度有兩個月末外出見朋友 他在受訪當日 趁精神手好再老友店參乎下 從屯門預鎖乘車往Youtube頻道閃網辦公室 其間全程電柱置備菇就住了 當日 民眾男亦得以大劇舞劍獲微遮眷容 直至回到熟悉的工作環境 看到昔日朝夕相對的面孔 其心情明顯輕鬆愉快得多 苦盡公司便迫不及待向鏡頭展示過去兩年的心血 包括自購器服、DIY街訪道具及巨型月曆等 並逐一細數與戰友們的難忘點滴 訪問中段 民眾男從代中照出藥物安時複食 由於腫瘤壓著追尖神經 民眾男試過下半身持續劇痛30多小時 驚化療後 本來痛症大大下降 適後來痛症再次 現時需長期復藥舒緩痛楚 10份滿睡的話有8、9份痛 是很多種不同的痛加埋 譬如放射痛、比針熱及火燒的感覺 主要由大腿到膝頭後面 現在就算吃藥都堅持著2、3份痛 間中會突然持續2個鐘劇痛 痛到意識模糊 然而花療與止痛藥的副作用 卻對生活造成影響 民眾男子因食媽啡至記憶變差 譬如最難受是便秘同時出現輻射感 大半年來只能長留家中養病 食份柯好像很簡單的事 但對我來說是很難解決 開始覺得這樣生活好無意義 不可以工作、社交 但這個年紀是應該很多生產力 我就想究竟浪費些時間在這裡做什麼 不如不要再生存下去了 恨他很快便打消負面想法 除家人和朋友的支持外 為自己生存也成為他最大動力 只要保持著生存 我就要努力去對抗這件事 盡量令自己活得舒服些 希望自己可以繼續活下去 好之後做到很多不同的事 這個才是最大的信念 言談家民眾男一直表現堅強 為提及家人積難染情緒 素度落下男兒女 談到成長路上力盡坎坷 12歲時 父親為菲律賓情婦拋妻棄子 更留下大筆債務 文媽媽唯有默默做獨力養大一對子女 終於捱到兒子取得藝術管理 及藝術教育商學士資格 民眾男畢業後 還加入夢想行業 悉不久再次遇上人生重大難關 就是病魔來襲 年過60的文媽媽為方便照顧病兒 索性遲去一間工作 晚上八時至清晨六時 則做清潔工幫補家計 民眾男探道 我無工作還要他照顧我 自己都很愧疚 昔日覺得一切都是理所當然 一場大病令民眾男頓角 家人和朋友無私付出的可貴 亦真正領養到活在當下 他由從前不敢表達愛意 到現在逐漸放下包袱擁抱身邊人 說白他人不住淚流如下 有時見媽媽幫我做點事 我會跟她說媽媽 我很愛你 以前很少表達這件事 可能我經自己時間不是很多 就算朋友 以前很多事都覺得很尷尬不應該說 現在想到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其實你愛他什麼說出來咯? 尊訪期間 民眾男又即場列出人生願望聖誕 願望一去一個激動人心的旅行 民眾男表示 這是康復後首要做的事情 民眾男表示好想去南美洲旅行 例如秘魯 希望趁後生體驗多些不同事物 願望二同朋友做不同戶外活動 民眾男表示以前都喜歡攀岩 或獨木舟等 希望未來能跟朋友挑戰潛水 願望三大家人去旅行 民眾男希望康復後與家人去輕鬆旅行 例如日本、韓國、東南亞 民眾男笑言媽偉經常開空投資票去旅行 迪士尼等 但至今都沒有兌現過 願望四可以上班 拍多些不同類型的節目 連民眾男也自嘲試寫速 民眾男不願看到蝕網倒閉 這裏做了這麼久都算是我的心血 我都好想繼續做好這裏 但好經這裏做不下去 因為本身已經好小幕後 加上我病了都好擔心影片質素下降 趕不及出片 願望五拍劇、拍電影 民眾男在大學時期曾參演音樂劇 從而學會放開自己 令他不再鑽牛角簽 他還曾在網劇獨貨爾飾演壞學生 此事造化弄人 這些願望都不能實現 只留下一句換飾 民眾男生前曾在網台閃望作幕前演出 13日晚10時閃望 IG亦同時貼出副文 透露民眾男於13日下午離世 民眾男的離世是我們團隊的一大損失 也讓無數喜愛他的粉絲感到心切哀痛 我們將永遠懷念他 感謝他在我們生命中留下的無數美好回憶和歡樂時光 同時透露將會尊重民眾男意願 身後是一次重簡 我們將尊重民眾男的為願 身後事而一次重簡 不會安排任何公開的追思會或喪禮 我們亦懇請大家尊重其家人和親友的隱私 避免過度打擾 感謝大家的理解與體諒 願天堂沒有痛苦 祝他一路走好 再次重點 再次重點 行動 請問